退出这个舞台 你敢相信吗 英宗舞台居然还会惊现打假现场 在专业歌手面前玩手段 韩红忍不住当场大声斥责 吓坏旁边的人贤奇 华晨宇不忍当众拆穿 假借考验让众人看清对方真面目 没实力还想蒙混过关 真当专业歌手的名头是白叫的 前几年一档选秀节目当中 韩红 任贤奇等歌坛大佬 被节目组请来担任导师 因为节目组看中了韩红在音乐上的较真 所以将一对自称流浪歌手的兄弟组合 两人的真实材料送到了韩红手上 所以当选手在台上疯狂卖惨的时候 直接激怒了台下的韩红 其实我们做流浪歌手这一行的话 会面对各种的眼光 我的一个老师 他得知我做流浪歌手 他告诉了我的爸爸 说我们是旗客 然后就是我想跟他说 我们唱的是青春是梦想 你们俩在我每天演戏演够了没有 好了没演戏 2010年你不是开心麻花的学员吗 正好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根本不是地铁歌手 你为什么要骗大家 退出这个舞台 真相暴露之后 两人还想赖在台上不下去 结果呢现场观众高呼下去 眼看形势不对 两人只能灰溜溜地跑下了台 当时的月亮已成了 一道隔离墙 相反的众 做相同的梦 同样是韩红担任导师的英宗 一位自带专辑的选手登台演唱 结果呢一唱完 韩红的质疑就迫不及待地说出口了 杨承睿我今天胆挺大的 你唱成这样就敢来给老韩唱 你真行唱自己的作品 相信没有一个是现场唱的 你所谓那个唱全是还音 哪有一个歌手天天还音的 赶紧给我吓你 这唱能行吗 兄弟可把老韩吓死了 在一档英宗节目当中 女孩演唱歌曲爱你 前几句虽然有点跑调 但好歹是真唱呢 结果呢唱着唱着 直接开始放原唱的音频了 现场导师宋倩听出问题之后 表情凝重的选择灭灯 郭亥全也频频摇头 可能是觉得女孩的行为 把现场的其他人当傻子耍吧 在一档选秀节目当中 早前凭借一首离人丑 火遍拳网的歌手李元杰 选择了吴清风的赛道进行挑战 结果呢一曲唱完 听出对方抄袭的吴清风 直接委婉地表示了拒绝 结果呢李元杰一段挽回的话 直接惹怒了现场所有的rapper 其实我今天我得道个歉 因为我之前的话 主要说唱这种 只要自己有节奏感 然后会说 就能够行了 后来我看了一下 美颜赛道的各位rapper ra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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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pper 不是rapper 最后更是大谈中国风 以此给吴清风施压 此后吴清风无奈 向背后的华晨宇求助 结果呢华晨宇几句话 直接让李元杰献出了原型 你不谈4536251 你换一个谈法吧 谈六级 我只要你弹一个和声 是和弦转换的那种吗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连写歌的基本和弦都弹不出 那他的那首《离人愁》 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只可能是抄的 随后华晨宇的一段话 说出了他自己对于音乐的态度 做原创的人 我应该去做这种套旋律的歌 起码最基本的乐理知识要懂 如果不懂的话 不要来标榜原创 虽然他一直被黑 但是他对音乐的态度 一直严格专注 作为歌手 他的演唱方式 或许得不到太多人的认可 但是他对音乐的态度 却不能被质疑 以上几个音乐打假现场 你觉得哪个最离谱呢 在网络中的歌领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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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